我们刚会的这个简单的抓索之外 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我的网页的页面 比如说这边网页是不是很长 我要分几次抓 不管分几次都很累 如果能够一次抓好最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 你看点这边 一样是萤幕截取 有那个叫做卷动字章 我们就请他 拜托一下 提示帮我刷完 这样比较快 那您可以到检视这边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这样有没有完整的一张 有对不对 这样是比较方便 所以我现在呢 像这样检视完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缩小 因为这样太大了 所以可以进来之后再把照片稍微调整一下 好我就来这边 比如说我现在时定时寸 维持宽高比 我网页不能放那么大 对不对 我可能只能放500 其实老师如果要放到网页上的图片 请问到底放多大或是这样 假设我们就是1024 768这样的宽度的话 大致上 这些图片差不多是宽度大概500到800左右 500到800相处应该就差不多 你放太大张的其实第一个速度慢 长大 对不对 第二个怎么会超过那个页面 它要有减脸 它要有减脸又不方便看 所以大致上差不多这个尺寸ok 那我现在把它变成500 好 确定 这样也是很完整 对不对 好 那我就把它储存哦 像这一种的话 您储存的时候用PMG用JPG就没关系 好 不过当然有JPG长到比较小一点点 因为它是给过外境压缩 好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您要维持大的也没有关系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在上传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我们在这边掀集一下 我们刚刚在上传照片的时候 图片的时候 这边 好 确定 假如我就不要那么大张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往下看一点点 捡到它 好 我们要捡到它 这里有没有一个大中小 小 这样可以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它如果要看的时候 滑过去的变大 就要另开 这样点是一个方式 至少你就不用说我一定要做很小 因为有时候如果你要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用 还是可以用 这个 我把它翻掉了 刚刚应该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这是第一个 您如果抓所谓有卷肘的我们内心就可以完成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您抓的过程 老师没有发现 我们刚抓的前面还看 这跟您用 Prinip是不一样的 好 因为它可以帮您记住住 那么除了这个 基本功能之外呢 其实您可以看到在这里 有没有一些文字工具 那个绘图工具 您可以用这个东西 好 比如说 我要把这个重点 宽一下 那它的宽 少一点 然后呢 颜色 现在是不用填满 那您可以再点一下旁边 我就可以加上 请您注意 哦 最新这个地方 怎样 箭头 跨这边 这些都直接在里面做好了 也可以打字 那你存档就一直了 事实上如果您在这边做好了 我把它复制 把它复制 我拿到哪里 我们的Word里面来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新的档案 好 把它贴上 有没有发现 这个都在里面了 因为如果您在Word里面 用那个绘图工具做 比较麻烦一点 有时候会炒掉啊 对不对 会哦 我在这边做就是 直接合在里面了 好 就合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 给您稍微参考一下 它可以 有一些像这样的功能 您可以直接拿来做 还蛮不错的 那么 它除了这个功能以外 另外一个老师 也许有机会用到的 就是 白板底 我们在写的 我们现在是贩售 不是都会让它画来画去的吗 虽然我不是用这一套了 但是 它也可以有一个 白板底的功能 白板底画完了之后 你要不用 你可以这样 放大一下 如果要移动 就把它稍微移动一下 这样子也是可以 甚至把你把它拍照 存档下来 好 我想这个 pickpick 大致上就先介绍到这边 给大家了解一下 那我把画面还给您 谢谢我 好 谢谢我